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再接着讲习近平的话题 在上一个视频中 我们说了习近平八一讲话的震撼性 因为他在这次纪念建军90周年的讲话中 居然只字不提前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名字 自从1949年新中国以来 那么在习近平之前的中央军委主席一共有五位 他们是毛泽东 华国锋 邓小平 江泽民和胡锦涛 习近平他在这次长达一个小时的八一讲话中 他只提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 其他三个前军委主席 华国锋 江泽民和胡锦涛 他都没有提到 不提华国锋是因为华国锋犯了错误 而且华国锋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时间很短 所以这个原因大家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可是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个人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他们两个人作为解放军的最高领导人 其实他们长达23年之久 如果我们在提解放军的历史的时候 不提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个人 如果你没有特别的道理的话 那真是说不过去的 除非是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也犯了错误 才可以作为不提他们的理由 不管怎么说吧 因为这次习近平的讲话 他不是一个一般的讲话 而是他在回顾解放军的90年的历史 在回顾这么90年的历史中 他居然不提前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个人 那么这就让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个人 听了习近平的这个讲话之后 肯定会非常的生气 他们两个人在这次讲话中已经消失了 已经在解放军的历史中消失了 这能让他们不生气吗 当然习近平也肯定知道 他的这个讲话一定会彻底得罪 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个老领导 因为他一点都不给老领导面子 大家知道江泽民他20多年来 一直是作为解放军的实际掌门人 可以说在那一段时间 解放军他是姓江的 现在习近平敢公开得罪江泽民 这是他铤而走险 还是现在解放军已经不姓江改姓习了 大家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真理这是在中国叫做颠覆不破的真理 谁掌握了军队谁就能掌握政权 如果现在解放军真的已经不姓江了 改姓习了 那么至少现在习近平已经掌握了80%的权力 在十九大基本上就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 如果解放军还没有完全改姓习 那么习近平这次这样说话 这样讲话就是铤而走险 拼个鱼死网破了 中共的内幕到底怎么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我想结果很快就会出来的 因为习近平和江泽民可以说双方已经撕破面皮了 这场斗争必然不会慢慢来 要尽快打出来 谁慢谁就会占下风 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不管怎么说吧 我认为在海外的媒体一直是太小看或者太低估习近平了 在海外的媒体一说起习近平就是习包子 无能 大好喜功 可是现实却让这些小看习近平的人打脸了 在2012年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 那时候是没有人看好习近平的 因为习近平等于是一个人孤身上任 他还不如胡锦涛呢 因为当年胡锦涛上任的时候 胡锦涛背后还有一个支持他的团派 习近平上台的时候 他背后连一个团派都没有 现在习近平的所谓习家军都是他这五年中自己建立起来的 习近平他可以在老领导的控制之下 在五年中建立起一只自己的人马 由此可见习近平的政治守护能力还是相当强的 如果习近平真的能在19大上彻底击败老领导 一举拿下全党全军的领导权 这就说明习近平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 他真有独裁中国的能力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习近平这次的八一讲话 他其实也反映了习近平的建军思想 习近平的建军思想其实跟毛泽东是比较相似的 就是认为武器并不是最重要的人的因素第一 习近平他在讲话中说 战争不仅是物质的较量 更是精神的比拼 没有顽强的意志 没有敢于牺牲的品质 再好的武器装备也不能保证胜利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是人民军队血性胆破的生动血照 董春瑞 邱少瑜 黄继光等无数英雄群体和革命先烈 用生命诠释了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习近平的讲话中还提到了很多 现在已经被人们淡忘的毛泽东时代的词汇 比如革命理想高于天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慎 居民团结如一人等等 这些也反映出习近平的建军思想 跟毛泽东是比较相似的 现在不少人已经在搞什么习近平思想了 恐怕在世界大前后就会隆重的推出习近平思想 依我看来 习近平思想或许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升级版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相反的 毛泽东思想是讲理想 讲奋斗 讲目标 可是邓小平思想就不讲什么奋斗目标了 就是摸石头过河了 白毛黑毛等等之类的 都是比较实用主义的 如果习近平思想真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升级版 那么习近平会不会否定邓小平理论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中国的思想界就会出现一个大转变 一个大变天 现在看来十九大必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会 这次大会 中共破天荒 有两个核心出场 一个核心是江泽民这个老核心 另一个核心是习近平这个新核心 以前我还认为 江泽民这个老核心和习近平这个新核心 他们两个人或许会握手言和 可是现在看来 习近平和江泽民已经公开干起来了 录死随手 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两个新老核心当中 必须有一个核心倒掉 留下一个核心 因为中国的独裁体制 它叫做天无二日 人无二君 核心只有一个 两个核心之中必须要倒掉一个 从另一方面看 习近平这次八一讲话 也把胡锦涛这个半个核心啊 他也给彻底得罪了 我们都知道 以前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关系是不太好的 两个人关系不合 但是现在呢 大概这两个老领导啊 他会联手起来 共同对付习近平了 以前人们认为 这个十九大政治局的名单啊 会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上 通过一些这个讨价 就是讨价还价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十九大的政治局名单 现在看来啊 这个情况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或许这次习近平干脆不去参加北戴河会议了 习近平呢 自己在北京单独制定十九大的人选名单 不跟你们这些老领导商量的 不跟你们玩了 你们自己去玩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